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少数民族来讲 袁泽民来讲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过去我们还有六众大军的时候 我们不担心到军中里面去 不会被录取或是没有办法到军中去服役 那经过精简了之后 这段时间 不管是要到三军大学也好 最基本的这个四关学校也好 因为都要经过严格的正式 再加上目前工作相当不容易找 失业率相当严重的这种情况之下 比过去真正讲起来 要当一个这个志愿役啊 或是当这个军官啊 或是士官啊 相当不容易 所以基于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非常担心 将来募宾制开始实施 之后 现在是已经实施了 全面实施 这种状况之下 看到我们目前台湾的整个经济的环境 现在青年朋友没有工作的相当多啊 我们看到募宾制的待遇 跟一般的公务人员是差不多嘛 是不是这样 副长 跟一般公务人员差不多 先我给你报告 我们这个待遇也会继续的努力啊 事实上我们很多 我非常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加入我们国军的行列 那么现在 我们也会针对 这个原住民的这些 这个族群比较多的地方 部落多的地方 我们会加强去宣导 对 就是这样的因素 我在这个地方再请教我们部长 因为募宾实施之后 我们也知道啊 现在大陆 大陆要当兵不容易啊 当兵不容易 都是经过精选 将来我们前面实施募宾之后 我刚才讲过 待遇是不错 事业力又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 跟肉食的家庭不单单是原住民的 可能会往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现在又怕造成目前的状况 要进到士官学校 又进到中科学校 或是进到三学大学 过去的比例是相当高 现在是逐年在减少的情况之下 你们没有一个好的配套 今天我们看到你们的配套 当然是针对推辅会的 推辅会的一个配套 将来这样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配套 换一 这个资格的审查或是征选的过程当中 参加的人相当多 你们有没有什么保障 这个我们会专案做一个研究 这个成熟的向委员做一个报告 专门对原住民的部分 对 我们是希望 我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提出咨询 就像说你们的配套一定要考虑到相当多 多方面的考虑 因为不要到时候 这个全面实施默病制的情形之下 我们又被排挤在外了 事业力越来越高 我向委员报告 我个人在辅导会服务的时候 也曾经建议过 一般的民众 老人应该是65岁 那原住民55岁就算 那么在退伍会 这个退伍军人的部分呢 他年龄是在61、62岁 其实也有这个降低的空间 所以原住民的朋友 在这个部分我们国防部对募兵以后的这些条件 是不是还有修正的空间 我们会做一个专案研究 向委员做一个报告 对 这个我想事前就有一个配套 那么这个自愿力 将来这个自愿力 因为你们里面的这个规定是不得少于四年 不得少于四年嘛 一次就是最少四年 最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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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间也有太厨 是有太厨 还是有太厨 是有退伍 里面有一个天条嘛 是 放了这个天条 还是要太厨 是喝酒造势 那继续流营 继续流营的话 继续流营 他有没有一个期限 继续流营看他的阶级 士兵 他是兵 全面目兵的话 是 他最高阶级可以到哪里 兵到上兵 上兵嘛 上兵 是 到上兵 他最想可以多久 你如果上兵的年龄到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但是很有机会晋升到下世 假如说二十岁入自愿役的话 他就可以十六年了 假如三十六岁的话 是 可以十六年 是 差四年就可以 终身凤 终身凤 是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终身凤就对了 他可以升四官 可以升四官 是 其实我想这样的这种计划 我想还是有必要再做一个块 因为我们也是非常担忧啊 你这个自愿役太久的话 太久的话 那些更年轻的没有办法补进来 是 没有办法补进来啊 是 将来兵都是老 都老化了 都老化了 因为大家都 在军中现在目前大意很好嘛 大家继续带下去 每一个人都这样 没有被抬除的话 继续带下去的话 将来都老化了 年轻朋友都进不去了 我想你们应该有相对的这种政策吧 是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天也 在这个苹果日报里面 看到一个报道 是因为媒体朋友跟我讲了 我才知道有这样的情形 哇 我觉得这个 我想在军中里面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当然我们还是要求证了 一般这样图书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不了解 但是假如军中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这我请总裁局长跟你说明一下好不好 你已经知道了吗 我要讲什么 是我也好 我知道今天的苹果日报有一个 我很不爽 这里面大概有 有一个士兵大概有一个投诉 我可以跟委员报告 国军非常重视酒驾的防治 要求很严谨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歧视 会有差别待遇对待原住民的同袍 那今天在我很不爽 这个文字里面 我们经过做了一个查证 在3月2号 我们下了一个军纪通报 军纪通报当中有六则 是属于军纪 还有酒驾的案件 其中有一则 我们带到 有原住民同袍 这个酒驾方案 大概是提到这样子 它纯粹是一个个案 我们不会有政策跟制度上的歧视 这点请委员报告 我们是非常不希望 这个年代已经是什么时代了 假如说放了这军人 在军中里面犯错 你还有主群主别的这种助记 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是 因为里面的投诉的内容 明明就是歧视嘛 总是一个歧视 委员放心 如果是物质 我们会检讨 但是绝对不会形成 希望能够 把部长能够彻底的 来做一个调查 假如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想 应该要 有所纠正 我们会注意的 因为 酒驾了 或是发生了 怎么样的状况 你不应该说 还要分什么 特别助记 他是原住民 不单单助记 他是原住民 害怕他是主别 还特别助记主别 那是过去的思维 那是过去的思维 始终把原住民 跟喝酒化成等候 我们现在相当不认同 报委员这是一个无心的个案 我们会检讨改进 请您放心 因为现在一般 不单单是 一般地方的这个 刑事案件也好 或是犯罪也好 很少再注记说什么 什么主别的了 假如国军 还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觉得是 非常不可思议 是委员放心 我们会改进 所以这点呢 我想我请国王部这个地方 也能够查明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一定要彻底做一个检讨 报委员 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件 以后不会出现第二件 好 那我想最近在军中里面 原住民的整个国务的表现 应该是相当的不错了 最近也感谢我们部长 升了一位少将 升了一位少将 最近升的是南部地区 第四地支部的指负官 他是花莲的太鲁阁主 太鲁阁主 太鲁阁主的 里面去年升了一位空军的 空军的李陈金龙 他是在新竹连队的 目前等于是在意的 我们原住民的将军 就是这两位 就是这两位 还有两位是母亲是原住民 但是他户籍里面 没有注记他是原住民旗 他是二分之一的血统 我们也是认同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户籍来讲 目前就是两位了 光复到现在 那个部长我还是 非常的盼望 原住民 在怎么样 现在目前五十几万的人口 跟金门做一个比较的话 金门的人口数 包括马祖的人口数 差很多啊 好几倍啊 他们的将军医典非常多 中将也很多 可能他们甚至在军中的表现非常好了 实际上我们回头过来 这几十年来 我们原住民在军中表现也不错啊 是 今生少将的 这是寥寥无几 中将更不用说了啦 中将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给原住民聚会 试看看 让他们做看看 因为 在军中受过训练的这些 接级 做到上校的好几位 回到部落里面 我们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啊 非常杰出啊 为什么生不了 我们都建议他回去 不要喝醉 我们是非常 部长 这一点我 我又相当不认同啦 你好像 还是认为我们 这些原住民是 跟酒是有关系的 这个 我没有办法接受 刚才那个部长讲说 叫他们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不得那是原住民 应该是一般 一般所有军人都不喝酒 上次咨询我的时候 特别要求我 我对原住民同胞的这些规定 要一视同仁 对啊 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 所以我们现在 调查的结果 很多次 我们原住民的同胞 休假的时候 回家喝酒 机会比较多 是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 平地也是相当多了 所以我们是一视同仁 通定各单位 对啊 部长 我再跟你做一个 非常诚恳的一个请求 就为此先到 原住民没有办法升迁 不是因为喝酒 不是因为喝酒 所以部长 我想你应该了解 种族还是有它 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是值得检讨 只要他们 这是我们的感受 绝对是这样 像委员报告 最近是升的 我们就是 他只要优秀 我们绝对竞争他 没问题 因为我 我大哥 在工军里面 民国七十二年 飞机失事 他是工军上校 所以军中的过去 过去我是非常了解了 现在应该 到底有没有改善 我是不知道 有改善 是 好 谢谢 谢谢检委员 谢谢部长 谢谢 我们等一下请段一康 好